3. 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5月9日報章 C.07元學世情自治朱基八方圓風水配其則廚師烹調 如沒有新鮮食材及用具,縱使如何利害也難遣公嫁 同樣道理,醫生在診症治療時,也須要有適當藥物才能藥到病除 這是顯淺事實,相信大家必定理解明白,但當同樣道理 放在風水之身上卻不被接受 我們在看風水時也須要多方面配合,才能發揮佈局之功效 香港樓價高昂,加上上見其側的樓盤設計 實用率下降之餘,更常違背風水理念 所以佈局時需要廢殺思量,才能符合風水條件 但有時候未能完全配合的話,也只能兩者取其輕 例如,我們每日也須要休息睡眠,補充體力 因此床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但現時香港的圖則上床位已預設在緊位上 因爲房間細小,縱使大一點的主人房,可供選擇也不多 如果簡單以聯頭來定床位,最低要求也須要背靠實場 當然也要避開橫樑和門充 亦是有此講究,風水設計取寫早前為客人的風水佈局上 給他們定了床位及其他事宜 屋主把這些資料交與設計師 務求設計一所寄合時尚遊合風水的富貴屋 但無奈者間住宅實用率不高 設計師便希望為屋主物盡其用 善用每一寸空間 在主人房內,不者為屋主安排的床位是背靠實場 這是最理想的位置 但按設計師意見,背靠實場的話 床尾位置不多,只如下約六寸 所以他建議床頭或床腳朝向窗台 那樣不用浪費窗台之餘,更顯稅仿寬廠 當然這個意見違背風水理念,還與尋求自然的概念相違背 屋主徵求意見,看看能否擺放風水用品 知此可背靠床頭就寢,但無奈未有風水用品可以使玻璃變成實場 其實屋主也是不願意,經過心思熟慮,也認為誰在窗台上是背靠窗戶 當颱風下大雨,也是一定擔驚受怕 假若腳在窗台上,就是床頭在睡房中間,感覺也是怪怪 圖則先天缺陷現今的曲於圖則上,常見大門對喘懷X或窗戶 這是漏才的設計,屬於先天缺陷 如果當發現自身有才來才去的問題,可能犯了這個風水失誤 所以在基本布局時要小心調整,簡單來說,可以在兩者之間安置屏風 使兩者沒有直衝,但如果空間狹窄就不宜放置屏風 當屏風靠近大門,就是圓關壓迫,哪樣就難以納財 假若屏風靠近窗戶,就會遮擋陽光入窄,哪樣就是違背自然理念 現今圖則存在很多問題,所以在催旺之前要先妥善虛離基本的先天不足 否則如何佈局,也只怕未能立乾見影,得到吉利效應 方圓號圓學世情號截止朱基風水配其則 手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